大家好,我是陶姐 今天分享糖酥烤油馅 做好的油馅松软香甜 层层酥脆 做法比面包还要简单 而且也只高,味道好 喜欢的朋友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盆中倒入500克中筋面粉 放入5克耐高糖酵母 10克白糖 3克无铝泡大粉 打入一个鸡蛋 先把馅油的食材搅拌起来 再倒入温水280克 憋到憋搅拌 搅成大面絮 倒入20克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放到温水里 发酵两倍大 现在我们来调个油酥 碗中倒入100克面粉 100克西芋米面 倒入100克白砂糖 再倒入120克食用油 搅拌起来是这种稿状的 比较稠一点的油酥 做好先放一旁备用 面一显好,接掉保鲜膜 看一下面发的全是小气孔 案板上撒些干粉 再撒2克小苏打 把面放到案板上排排气 多揉一会儿 揉均匀 再搓长 切成中等的六份 一个剂子140克 接着将面剂由外向里 把边儿遮回来 然后把后面的鳖角都捏好 搓圆 案板上撒些干粉 取一个剂子放上去按扁 改成鳖圆薄中间厚的包子皮 中间放上两勺油酥 像包包子一样把口收紧 接口向下 用擀面杖压一遍 翻过来再压一遍 擀的时候慢慢擀小心破酥 擀成椭圆形翻面 再慢慢擀长 竖过来擀薄再翻一次 这样擀不容易破酥 擀好从一头掘起来 掘紧时 再搓一下 按扁 用刀从中间切成两半 然后切面从上 两根并起捏紧 然后揪成 竖过来编成八字形 两个接头压紧 再按笔 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后面的依次做好 烤盘上放一张稀油籽 把做好的生坯放到烤盘上 盖上饧面15分钟 饧好接掉保鲜膜 上面刷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 都刷完再撒少许白砂糖 最后放到预约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85度烤30分钟 温度仅供参考 烤箱根据自己家的温度来定 烤到中途上色满意了 赶快盖上锡子 小心烤糊 时间到 看一下糖酥烤油馅就出炉了 外皮金黄酥脆 耐力柔软 掰开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吃起来又甜又脆 太好吃了 这是铁的也可以做成斜的 或者用香豆粉和椒野粉 做成五香的也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留言和点赞 也祝朋友们贴贴开心快乐 我们下期见